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罪書言書》 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嘉賓在我們中間 也是在鄭中間的 是 一齊參與我們的節目 這一集我們會說什麼書呢 Jackie 今天我們會說我手頭上這一本 《也是香港人 七字頭的生疑文字》 這本書的出現都有個原因 就是在這本書 手頭上的《周寶松的相遇》 裏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一個人的移民史》 就是周寶松 不知道是一位七、八十年代的新移民 不知道 八十年代 在這個新移民的題目下 請出我們中間的嘉賓就是袁偉希先生 其實他是朋友 說得很荒蕪 同時他現在也在牛津大學的政治學 政治學的碩士研究生 請他來的原因是因為他曾經在《明報》寫過 編關於新移民問題的文章 有很多回合 是 所以大家一起討論一下香港新移民的問題 那怎樣呢 Jacky 今天這本書 或者先說了周寶松 對呀 因為周寶松的書是緣起 緣起都是 我先說一本書 相遇其實很少在這個場合拿出來可能會有些怪怪的 因為大部分時候大家想起周寶松可能是香港一位本地的教授 主要是教政治知學的 那這本書裡面其實大部分的內容都跟新移民是無關的 整本書是講很多他跟他的老師的師生的情誼 講他一些在外國留學的生活 也有講到一些學粹的介紹的文章 但是其中有一篇文就叫做 就是剛才你也提過 《一個人的移民史》 就是這本書裡面跟新移民有關的部分 但是那篇文章很有趣 就獨立地出來之後 受到兩個方向的迴向 尤其是令很多香港人重新去想新移民的問題 是 結果呢 因為這篇文章的緣故 其中一篇文 這本書的作者叫梁耳文 他看完之後就覺得 原來我不是被孤立的 那這位梁耳文也是一位 和周寶松 我想是不是差不多一年多 或者遲他少少 遲他少少 遲他少少 下來香港的 以前都是純身移民 現在就是做了香港人 那他就 自己都寫了一篇文 以及集齊了幾位跟他差不多經歷 其實七位跟他差不多經歷的人 就一起寫 就是結集成書 每個人寫自己 剛剛來 就是小時候 在大陸 之後下來香港 跟著爸爸媽媽 因為一些 通常都是因為一些政治 或者經濟軟 來香港之後的經歷 有趣的地方是 他們不約而同 都 他們生活上的 不約而同 指向某些事情 例如他們的 爸爸媽媽很多時候都是 可能那時候反右 因為他們家裡都是 因為我們有高等學 反右的時候被批鬥 被批鬥 或者文革 走路 他們一有這個機會 在大陸之後 他們被平反 平反完之後 那又來了 平反完之後 他們想 有個機會 下來香港 想重新生活 平反的時候 其實他們之後 都有一些很好的證明 因為認識他們 其實不是被批鬥 那麼嚴重的 都是一些 認識他們 但是他們都選擇 用來香港 但來香港之後 因為香港那時候 是不接受大陸的合力 所以他們 那些爸爸媽媽 都要做一些工人 或者做村交花 等等 去維持他的生計 而他的子女 很多時候 都是要 你怎樣融入 香港的學校生活 就是要不出聲 不要暴露自己 是大陸的身份 尤其是以前 那時候的歧視 那個情況 都是比較嚴重 所以其實那時候 都不出聲 怕暴露自己的一口 你世上有沒有試過 我世上做什麼 歧視大陸小朋友 我們學校 不知道有沒有大陸小朋友 我們學校 應該沒有 什麼貴族學校 Sanser學校 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 有印巴人頭 沒有內地 有 沒有 有 小學有沒有內地 內地生 小學 你的中學反而有 是嗎 中學會有一些內地生 讀得好 你們學校 我小學 對嗎 小學 中學會有人考入 會不會 趕快去 那些 因為他們不是中學才來到 其實大部分這些 其實你剛才提出了他們出生一個口音 其實口音這些 我想小朋友來講過幾年都比較容易認識 所以如果是小學來的話 很快可以實驗到就不會經歷這麼大的差距 但如果有些是中學來的 就未必會入了我們的中學 所以我就不會有機會接觸到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現象就是他們上普通話課的時候 他們又不敢 流利的普通話 太流利了 沒有香港的口音 不敢說 不敢說 想了很久 我真的會有這樣 是 因為平常暴露自己的身份 書中也這樣說 但他們有沒有很努力地學廣東話 有 他們上次融入香港自從 他們會看電視 想學習香港的流行文化 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完全 我要下載 以前沒有下載 但是要很努力把自己看書那些 那些漫畫 在香港人看的書 在四三人試鎖機 對 那時有沒有四三人試鎖機 為什麼沒有 我不知道 我沒有電視 四三人試鎖機很久了 這個現象很有趣 就是在學校那裡 如果你在內地下載 你就要不停地學廣東話 或者不嘗試暴露自己內地人的身份 例如說現在你的同事是內地下載的 你不會笑他 你不會笑他 說你的廣東話不正 你反而會感受你學廣東話 可能是因為大跟小的分別 是的 時代轉變了 可能時代轉變了 但其實記得現象已經完全轉變了 其實語言是新移民最難的引記 因為你的樣子可以扮演 但語言比較難改 那他有沒有講英文的東西 如果有英文的話 香港人很難 有一個女生 她英文是好 因為她媽媽以前是英文的補習老師 在內地 所以她的英文成績實在好 令自己入到貴族班 不知道她是否同一位 我忘記了問同一位 但是她英文好是有優勢 令她更容易融入 香港時的文化教育 是對於英文的社會 但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想對比他們80年代 來到香港的學習 和現在的新移民 在香港現在這個年代的學習 會不會有一個很不同 因為以前如果這樣想 好像機會可能比較多 或者可能是因為大家的背景都是 譬如說我即使是香港人 但是我父母或者我爺爺媽 都是內地來的 那我們可能比較相近一點 融入的困難可能沒那麼大 但如果放回這本書 現在究竟現在是不是一樣 可能融入是更加困難的 因為已經沒有共同經驗 因為你已經很遠 即移民下來的那些 已經是阿爺媽 或者太爺太馬 可能已經很不同的經驗 那未必會 你每一代都有移民 譬如我認識 有些人在學校教書 都會跟我說 他們移民的學生的比例很高 尤其是現在 很多香港人本身不會生子女 而很多學校其實都是靠找新移民學生 去維持他們的學生人數 令到他們逃避殺校的危機 現在坦白說 那個新移民學生的比例是比以前高了 不過剛才Sansion說共同經歷 在這本書裡面有些很有影響的現象 是我們不知道的 就是因為這一批這幾位新移民 那時候的新移民 他們是經歷六四 他們每個都有說 大部分 我想七篇裡面有五至六篇都有說 自己因為經歷六四 而對自己作為香港人 真的身份有一種新的提法 這件事我又不看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個在周浩松的一個人的現實 你也有提到這件事 似乎很多內地人來到香港之後 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六四 但是事實上他是怎樣想的 事實上是 我記得其中一位作者梁耕倫文 他說六四事件是他對國家身份的 最後一絲連結的斷裂 剛才我做節目之前談過 Daniel就說 其實很有趣 因為香港人同一時間reject中國的做法 但是在六四事件裡面 又是分開了我們關心這個社會 其實這個也不是我講的 譬如很多文化人 例如梁文道成年輝也有提過 香港人的中國文化 或者中國人情結的覺醒 他會用到這麼重的章去形容六四 因為譬如六四其中 香港人的一個集體回憶就是一百萬人上街 而那個回憶裡面 我們是說當時我們是愛國民主運動 愛國和民主是並行的 當時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在香港人的經驗來說 可能在八九之前 我們經歷過的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是一種危機的感覺 但是六四的時候 是愛國程序最高漲 在歷史上還未爆發之前 在一百萬人上街是六月一日或二日 我不理會你還記得 未逃成未發生的時候 那時大家最感受到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刻 但是六四之後就逆轉了 變成一個很大的創傷 所以要逃避 但是回到最後 那是一個轉捏點 令很多人覺得自己真真正正是中國人 我想問會不會因為他們 這群疑脈的父母都是逃難下來 或者在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世界 他們覺得大陸的共產政權比較封閉 或者很壓迫 所以可能對這群七字頭的新移民 七字頭的新移民 都會有種 都會令到他們對六四的事件 感到比較 是的 是的 覺得我們反對這種事情都有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不發生二汶症 不會察覺這些情感 就是在本書裡面也有說到 因為我們六四之後 好像前後也有二汶潮 因為當時是快要簽去中英聯盟星 他們反而媽媽 可能剛剛來了香港 剛剛開始說可以叫做紮金香港 那他們逃避了一段時間 即是壓了十年 剛開始壓到這件事 但是開始覺得自己已經是 我回來了香港的時候 突然說原來香港也要回歸祖國 所以對某幾位獨立作者來說 她的媽媽跟她的情緒上都有些落差 就是為何走擊都走不走 我這麼辛苦經營這個位置 但這個不是新移民獨有的經驗 因為香港本身做一個移民社會 就是常常都面對這個處境 我想其中有一個另外一本文學作品 是陳慧的《十鄉記》 其實裏面也有提到類似內容 就是其實小說裏面的主角的家庭 其實都算是移民 他們好像逃避了某些東西 所以來到香港 但又面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時候 他們又再重新去想究 我們是否應該再走路呢 這個逃離的經驗其實是 對於我們香港做一個移民社會 應該不算是很密的 或者是一個難民的社會 有些人會說 難民的社會 是 我們第一代香港人 是 肯然是 在49年前後 即是40、50年代 其實大部份都是難民 即是一無所有的人走到來香港 生無紛紛 即是那是很普遍的事情 但如果你說80年代 走路的現象是甚麼 難民社會 可能其實已經有點不同 因為 如果看很多學者的一些論文都會說 五、六十年代的那種難民的心態 其實已經在70年代 和80年代轉化為一種 即所謂的market mentality 已經變成了 即是香港是一個充滿很多機會 很多市場機會的地方 是一個掘金的 經濟城市 他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就怕大陸的共產主義會落到香港 所以為甚麼 《基本法》裡面才會肯定香港為一個資本主義主義 是的 我每次都覺得很搞定 那香港人為甚麼走 就是因為怕 香港變成共產主義socialism 所以就走路 走路未必是因為他們 仍然有一種難民的心 即是覺得不當香港的家 而是覺得香港可能不會再這麼有機會 不會再… 即是經濟性和政治的開放性 不會消失了 他們現在所向外的生活 可能會被改變 是的 那時候其實最流行的兩句 安香港人心的說話 就是馬照跑舞照團 是的 是的 那這本書還有沒有其他內容呢 這本書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像散文式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覺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時候跟Danny聊天 不如說一說疑問的問題 我們就想發掘一下 我們現在就覺得新疑問是某一類人 究竟我們之前是不是都有這些人呢 然後就找到這本書就發覺新疑問這個 term 不是我們現在讀的 是之前這一批人當時是叫新疑問 那我就覺得 是不是這個 term 現在沒有異議上的轉變過 或者是一直都是講同一幫人 又或者如果這個 term 是一直都是講同一幫人的時候 那他們是怎樣 integrate 人類和香港 即是怎樣跟香港社會融入 或者根本從沒有融入過 有些人就說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自己是變原人 一直都是不覺得自己跟香港社會很有合切的聯合 但是同一時間 例如他本身古香是上海的 但是他去上海離開香港之後 不是 離開上海 離了香港之後 十年之後回去 那些人會覺得 你在香港人 你已經不是上海人 但是你回到香港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我有關心 可能我根本不是故意去香港人 就有這些邊緣人的身份上的不確定性 嗯 來到這裡 或者我們可以 開始會離開這本書的討論內容 或者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跟Samson分享一下 他對於新移民的問題的提供 好